华山基军会在卓西国小举办了百岁猎人传承山林智慧活动 现场邀请到华山卓西站服务的百岁人瑞张阿公 和卓青春的合成中村长 以及部落齐老把布农族眼外搭设陷阱的传统记忆 和猎人精神通过这个活动要传承给卓西国小的小朋友 活动由百岁人瑞张阿公带领部落齐老 吟唱林班歌曲揭开序幕在由合成中村长介绍陷阱原理之后 让同学实地以竹子木条以及棉线架设陷阱 这是华山基金会在卓西国小举办的百岁猎人传承山林智慧的活动 做陷阱因为这个就是传承 所以说小朋友你们就等一下细心的看 细心的学习 那以上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转程 这样的一个季以后能够顺利成功 同学们对于陷阱的试作都感到好奇 但是长辈们表示这是他们小时候生活的基础 布农族人互助互爱 互老爱老精神在教学与学习间流动 我觉得有原始风啊 然后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好放那个 你要过来一点过去 过去一点 很兴奋 犹如张阿公传递守护精神 华山基金会在花莲13个乡镇市服务将近1200位孤老 提供关怀访饰物资协助 陪衣取药代购生活物品等服务 因为我们华山都平常都有在服务就是山师的长辈 那我们刚好我们的站长也有遇到这个就是摆设人类的阿公 那我们平常也会在关心他以前的知识就是以前的传承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发现就是很多在偏向的地方的时候 很多长辈跟孙子其实是有互动是有落差的 那我们也借起了这个机会就是记忆的传承 然后让长辈就是他熟识猎人的那些陷阱跟习性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有学校这边一起做配合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敬劳的活动 106年起感念人锐为社会贡献 除了落实日常关怀跟邀请参与活动 协助圆梦计划等等 邀请社会大众一起陪他笑伴他老 响应2022爱老人爱团圆送爱到偏向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